首先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做日志文件的切割 你的程序像阿里淘宝这种 还有京东那种网站 它是永远一辈子都在运行了 只要公司不倒闭都在那运行 它一直在运行说明什么 一直都会有日志 文件一直写 如果一个文件大于一个G的话 你再去操作它的话就会打开得非常的慢 因为它会把这个文件加载到那里层 所以说我们通常不会让你的一个日志文件超过一个G 通常都是几百兆就搞定了 具体的看你公司的要求 运维的同学他会有一个要求 说日志文件多大 那种那种罗币的开发 他不管这个 那个日志文件十几个G我都见过 10个G的日志文件 你让别人怎么弄 对不对 可以说运维的背锅 活该 这就是你运我一家公司里没有制定好一个规范 开发没有规范是不是就随便 认识自己性子来啊 我就不信你一个开发一入职培训的时候就告诉他 我的日志文件要固定放到服务器上的某个目录项链 对吧 日志文件的名字要有一个固定的格式 日志的大小要有一个固定的大小 对不对 我就不信你就这么有这样的规范 那你看你的开发车会独尊手是吧 肯定不尊手 说明说明你们公司真的是 赶紧换工作吧 好好学赶紧换工作 好了 接下来咱们不扯淡了 说一下怎么切分日志 那你说你的思路是什么 你每次往日志文件里面写东西的时候 你是不是得判断一下 我当前这个日志文件的大小 他没超过限额 超过了限额 是不是就直接切割一下 这个切割其实怎么切割 把原来的文件是不是关闭了 然后把它是不是备份一下 备份什么就是MV 重命名一下 打开一个新的文件 然后再给它复制回去 复制完了吗 这个四路就有了 对不对 那关于日志切分的 其实现在是应该有两种思路 是吧 一种是按照文件大小去切 一种是按照时间去切 那也可以是吧 他会写一个什么判断 如果他挺具体的规则 通常是两种方式 按照时间前 它适用于你的系统非常的什么 扫文量非常大的时候 对吧 我通常是一个小时签一个日志 或者再是什么 以前签一个日志 你看你公司具体的要求了 这个咱们就今天就写一个按照大小签 好吧 按照时间签 你回去写一个按照小时签 对吧 或者按照小时签不好测 你按照一分钟测一个 好吧 一分钟签一个日志 但是时间签好色 我把它改写 你回去把按照咱们今天写的这个按照大小切 回去把这个按照时间签搞定 好了 咱们写一个按照文件签的话 再把这个再备分一下 复制 这是我们第三版 就是我们要实现一个切分 按照日志大小切分的 按照大小切分 你首先是不是要有一个大小 对吧 所以说我在这个日志结构体里面 是不是要加一个什么 max size 好吧 最大的一个大小 咱们写上一个inter64 好吧 大一点 可以吧 最大部分超过这个数 超过这个数 我是不是就给你切了 可以吧 那具体的从哪个地方开始切呢 首先你这个地方是定义的一个结构体 我初始化的时候 我是不是可以给它指定一个默认值 指定一个max size 或者指定一个10兆 10兆咱们好特业 通常咱们在公司里面都是几百兆 或者说一个G 10兆的话 咱们就10乘以兴 乘以一个1024 乘以一个1024 是不是就是10兆吧 可以吧 然后咱们在哪里判断呢 是不是在 具体的是在写日志的这个地方 是吧 这是不是才是网 网文件里面写 这是网文件里面写 对吧 来写上 网文件里写之前 要做一个检 检查 对不对 检查什么呢 检查 当前 日志文件的大小 是否 超过了什么 是不是max size 对不对 可以吧 就做这么两步 可以吧 来怎么弄 衣服 别写上哈 衣服 衣服啥衣服 你首先你得判断 你是不是得有东西判断呢 对吧 你这个max size是有了 还有一份 是否拿着当前文件的大表 当前文件大表怎么获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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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他拿到的是不是一个state info 我们看看啊 看看他返回的是什么东西 返回的是两个字 你看看他那个提示 一个是文件的一个feel info 是一个文件的一个信息 还有个error 对吧 我先拿出来啊 feel info 然后error 这个error老打是吧 我们就给他倒一个 还记得那个叫什么来着 code snake吗 不是这个吗 能不能倒一个 因为够严厉害 面向error变成吗 面向error变成叫什么来着 再比如说叫这个iferror 好吧 那我这个前队叫什么呢 就是iferror 我在这个地方打印个什么呢 iferror不等一个neel 是吧 -n -t -n -t是type件 做定了吗 这叫 打印 写上面向error 变成 可以吧 好了 我写个这个东西什么意思 同学都没看懂 是吧 来 我觉得现在我定义了那个快捷方式之后 我在这里面iferror之后 我什么一回车 是不是就出来了 不是这么简单吗 对吧 我现在想让光标平台停到这个位置怎么办 我改一下 改一下 这个地方写上一个$0 可能是吧 这人也表示招了点 是吧 我知道你想要这个 哇 你能去看他吗 cntl save 如果是mac的同学是save 加cmd 加p 他出来这个 然后写上一个snap snap什么意思 是代码骗斩的意思 snap 就打这个 打这个之后 你点一下 是不是让你选 你是不是现在写的是够语言 就写个够 就点这个 点这个够的这个 点到这个就出现这个 你把这个复制进去就可以 有首选项 那个用户在往电脑里面 这个也可以 这就是因为我已经我在我电脑上调了这个 它会显示到这 我说 没有调过的话 这个地方没有这个 sni pts 我知道你规不上这个单腿 好了 这个 好了 我们再来演示一点 if arrow 打定了这个 一拍不见 你一回车 是不是就出来了 简单一点 如果 一地方就接这一签 其实这个错误信息 其实啥也不用干 是吧 行吧 我先忽略了 好吧 忽略 然后 拿到这个file info之后 我要拿它当小file size 等于什么 file info 你们是不是有个size 你一定要用我的 好多同学交通月子都用了一个 他网上查了一个方法 那个方法可能你在你的电脑上是能用的 它在windows上能用 但是在linux平台是用不了的 这个是比较通用的一个方法 好吧 他是跨平台的 好了 拿了这个file size之后 这个file size是个啥 你看它返回的是什么类型的 是不是int64 说明什么 他是int64 我定义的这个max size 是不是也是int64 所以可以干的吧 是不是可以直接比较了 这时候才可以ease 是吧 ease for size 大于等于我的那个f.max 最大的文件大小 对吧 我要干什么 切分了 切分文件 怎么切分 切分是不是就把原来的关了 第一步把原来的关了 把原来的文件关闭 把原来的文件关闭 第二步 备分 备分 备分是吧 原来的文件 第三步 创建原来的 新建一个 一个文件 好吧 好吧 一步步来把原来的文件关闭 会不会 然后点file 点close 文件的关系 简单吧 关系之前 咱们应该把原来的干什么 原来的文件名人拿到 对吧 叫file name 冒号等一个f.file 拿到这个文件 它其实就是一个文件对象 然后点name 找到它的名字 对吧 有吧 f.file 内幕 这个是吧 不是 那个你不得拼接吗 你不拼接你怎么创建 打开新建一个文件 你刚才听见错了 不是 你爬到这里面有个文件 这是个文件名 是无理论一个文件名 你下一步 我是不是还得重新建一个文件 来 你os.openfile 你直接给我传一个f.file 弄死你 能行吗 他往哪创建的 你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文件路径 你应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文件路径 这就是拿到一个完整的文件路径 拿到文件的那是在别的地方 在别的地方拿到文件的 我现在是不是已经 关闭了 是不是可以备份了 备份就是什么 os.rename os.rename 第一个是原来的路径 原来的路径是不是就是这个 file file name 新的名字 咱们是不是得给他起个备份的名字 起个备份的名字 这个备份的名字叫backhub吧 backhub name 冒号等于 我在原来的这个文件的基础上 加一个时间超行不行 可以吧 咱们的大家 本方RX 后面加上一个 中框 下方线是不是加一个 加一个时间超 对吧 好行 再点back 怎么写 点back 这样吗 加时间超吗 没有加单的 这是第二个 对吧 公司要求不一样 这样是吧 第二个 这样吧 好行行行 好吧 前面这个是不是你原来这么念语 后面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时间超 我是哪个时间点备份的 有了时间超咱们找就有份识 再写上一个file name 后面加上一个时间超 时间超就拿到当前的时间 哎呀 这个是吧 因为待会咱们还要拆送出来的 对吧 咱们谢谢这个 好吧 对吧 这个 在windows平台 windows系统上面 文件面不能有冒号 不能有特殊符号 这个意思 看就没用过windows 这个啊 可以吧 这样是不是用的 unix 时间超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对吧 对吧 但这个地方打算号s能行吗 等号d吧 微保险一点啊 微保险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东西是一个什么数字 然后呢 现在是我们要rename把它到一个叫file name 可以吧 备份完了之后新建一个文件 那我就打开的是新的文件 叫 现在是不是还要打开这个file name 因为你这个地方rename是不是已经把原来的那个移走了 打开一个文件 然后 哎呀 这里面就有问题了 很多人说抽卡 是吧 用个IIT 来 我问你 file file 只是记录普通的info体节的日识这个文件 它的数量更多一些 对吧 它的日识量很大的嘛 那它比l日识多一个info日识 对吧 它肯定是 它肯定是这个日识 首先会超过时照的现准 那个l节节的日识它可能没有到资料的现准 对吧 那你现在这个地方简单粗暴的我叫一下 f.info会有什么问题啊 你这个f.info里面是不是既打开了一个l日识又打开了一个普通的日识 对吧 所以说这个情况不要这样啊 单独处理 os.infoobj 还有什么 l是吧 帽子好等一面 我上面是不是写过呀 复制一下吧 我 我不爱复制 因为什么呢 因为老华评啊 你这个你就跟不上了 跟不上了你就会探气 你一探气呢 会影响我这个讲课的 速度啊 尽量让每个人都跟上 我就不计减少华评 你一探气呢 看这个我还是简单的拍那个好吧 因为你打开日识文件都失败了那肯定是错了啊 业务代码也是他写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你本人还没有开员 你开员不一定有人用啊 好吧 这个东西吧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f.sale 是不是把这个文件具表再给它复制回去 这个能看中吧 对吧 我打开一个新的文件再把它复制回原来的这个f对象 我这样这个f.sale 因为下面是把它关了 关的是不是原来那个 原来那个是不是已经变成一个备数文件了 现在我新建了一个新的文件 然后给它复制回去 接下来再往后记录日识的时候就是干什么了 这个时候记录日识的时候就是记录的新的日识 能理解吗 原来的文件已经关闭了 关闭了rename什么意思 原来的文件画了个名 原来的文件其实已经不存在了 可以吧 然后呢 这里面这个是搞定了 那问你ngdb的日识要不要处理 还得处理 你也得复制一下代码 只不过把这个f.sale 怎么办 写成一个函数或者方法 我在这里面就简单的写成一个函数 好吧 封装 马上就写完了 把他封装一个贴分的方法 贴分日识一遍的方法 方格神方法是有接收者的 函数没有接收者 这个还有完了 splete splete log 可以吧 注意我为什么要把它包装成一个方法 因为我在这个函数里面很方便能拿到s点 s点 对不对 这里面我要传一个什么呢 传一个 你切分日识的时候 你可能切分的是普通的日识 也可能切分的是aero级别的日识 所以说我在这里面拿到一个什么 给你传一个日识对象 什么行 这个文件对象 传一个日识对象 好吧 选择更简单一点 这里面怎么判断呢 这里面是不是就把下面刚才我 我加的这些代码是不是扣过来就行了 对吧 来找到这个地方是吧 这个地方 到哪里 到是不是这个位置 对吧 写到这 保存一下 来 splete log 这里面传的这个stare obd 是不是就是我要贴分的那个判断的那个大小 把它 走这 然后它是这个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 下面这个地方变成了这个地方是换一下 这个地方换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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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地方充出了 把这个地方充出了 哎呀 这个东西怎么办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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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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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il.sdata 这个地方把这个文件关闭了 可以吧 没问题吧 没问题 可以了 没问题吧 接下来就调用一下就行了 这个地方 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做一个检查 怎么检查 f.split logfail 我把谁传进去 f.fail 如果说你要判断error 需不需要切分的时候 是不是写上f.split logfail f.errorfail 就传进去 为什么不行 你看一下公共的方法 公共的方法 你是写字 哦 这个东西 我不 我得返回一个文件区别 行不行 你那个自己不值 对啊 这样的话 我下面在这个文件里面 因为我不知道 我写的是一个公用的方法 对吧 方法 我切分的可能是普通的文件 也可能是r级别的文件 r文件 对吧 那我最后呢 得到了一个新的对象之后 我把这个新的对象能不能给它返回 没有变吗 还是你把你原来传进来的参数 如果你文件没有超过线轴 把你传进来的这个文件 是不是直接返回了 对吧 在下面这个地方 在下面这个地方在哪里 在这里 我先要判断一下这个地方 f.fail 是不是直接等于它 这样的话好吗 试试 豪杰 这东西不好 不好 这样重新复制给人感情 感觉什么 他是换了 对不对 不好 我再写一个 我写一个什么来的 检查是否 是否要拆分 可以吧 方可 f f fail log check 我这个东西说 反过一个不耳朵 如果你不用那个啥 不用切分 我是不是就不用超过了 就这个意思 retend一个什么来着 f.maxsize 就是你传进来的这个 fail 比如说你要判断一下 我记录普通日日的这个文件 有没有超过大小限制 你是把你的日日传进来 然后我在这里面判断一下 你这个fail 第二 什么呢 size 是不是 这个有点恐怖 行吗 是不是在这 然后retendfail 可以了 如果他在的话 是不是就拆三张 大一张 当传进来的日日文件的大小超过限额 就返回处 返回处什么意思 到处外面的人是不是要贴分了 下一个物件贴分了 这个地方改一下 这个地方改一下 这个改 不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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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边就改这个 就改这个就行了 if f.check split 我把f. 不对 这个地方是不用在这判断了 这个split是相当于是 我真正要贴分的时候 我才会进来 对吧 我在这写 在这里面写 iff.check split 如果真的需要拆分的话 对吧 那我就干什么 f.fail 是不是就直接等于你的f.split 要贴分 就这样了 下面这个地方变成什么 iff.check split 我把这个errorfail 传进来 如果这个error 凑日日要贴分 我是不是就把它errorfail 等于一个f.split 这个没问题 我不管你是不是需要拆分 我这个函数只是用来做拆分的 对不对 拆分怎么拆分 你传进来一个文件对象 我拿到你这个文件对象之后 是不是先不用判断了 能进到这个函数的肯定是要拆分的 对不对 能进入到这个函数的一定要拆分 那我就做这三步事情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完了 最后把这个新打开的文件返回 那我第二个函数 就是我第二次封章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只要是什么 他只做一个判断 他返回的是一个不尔值 只要你大小超过了限额就返回处 否则就返回处 就这么简单 那下面这个代码呢 if这个东西这个语句 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唯一的 是吧 如果你能进到这里面 才会执行这一句 不进入到这里面 是不是就不执行这一句 默认还是往这里面写 原来在里面写 好了咱们测试一下 测试一下 终于要写完了 开心吗 激动吗 来我在这里面 这个写句是太慢了 是吧 写个放屏环 这会儿程序 电脑别跑崩了 我看看 先把这个视频要不要转一下 先把视频转一下 我怕这一跑跑崩了